严富翻译天眼论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 中国进入了多世之秋 人们感到前途渺亡 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心里问道 中国到底怎么办 有时之事纷纷奔走呼告 有的人希望通过政治改良 富强国家壮大种族挽救中国 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严富 用他那种特有的武器一笔 通过翻译西方的作品来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 公元1877年 严富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 被清廷保送到英国去留学 他在英国学的是兵船驾驶 清廷指望他能够成为日后海军的良将 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 却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 开始最新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阅读了孟德斯鳩 达尔本斯敏赛等大思想家的著作 严富回国以后 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 甲午战争 接着又发生了西方列强 瓜分中国的狂潮 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 严富感到 要救国只有维新 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 于是他开始鼓吹变法维新 撰写了不少正论文章 还翻译过大量的西方近代的理论著作 其中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天眼论一书影响最大 使他成了当时举国瞩目的人物 天眼论的原名叫做进化学和伦理学 这是一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的捍卫者 赫许黎的论文集 严富选择了其中的前两篇翻译 简称为天眼论 意思就是进化论 从此进化论引进了中国 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严富是在甲午战争 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的情况下翻译这本书的 他翻译的唯一目的 就是想运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 试着生存的基本原理 向中国敲响祖国威王的警钟 严富的天眼论 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原文 而是有选择 有取舍 有评论 有改造的 他通过序言和大量的暗语 来阐伐自己的见解 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把原书的理论改造成为 中国人可以用来反封建 反侵略的进步学说 贺旭黎在书中说 生物自古以来是不变的 生物的发展基本现象 是不断进化的 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和天择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 贺旭黎的进化论观点 严富是完全赞同的 但是贺旭黎同时又说 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 而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而人类高于动物 人性本善 能够做到相亲相爱 不同于自然竞争 所以社会伦理学 不同于自然解化论 严富对此不同意 为此书名也只用了原书的一霸 因为在严富看来 种族和种族之间 国家和国家之间 也是一场大的竞争的局面 在竞争当中 谁的实力最强 谁就是优胜者 谁就能生存 否则就灭亡 他解释说 欧洲国家之所以胆敢侵略中国 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的自强 美洲澳洲土著居民之所以一天天的衰落 就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浑浑噩噩 因此他劝国人别再以天朝大国自居了 而是应当老老实实的承认 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 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 在国际生存的竞争当中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 岩复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 以强灭弱 以大欺小的社会达尔本主义 可是对于当时沉睡着的中国 这却敲响了民族威王的警钟 给一些麻木了的中国人送去了一帖清醒机 事实上 当时的中国眼看就要被俄国 德国 英国 法国和日本挂坟干净 但是清王朝的封建顽固分子 却暴残首缺 不肯改革 岩复之所以要宣传社会达尔本主义 就是要强调进化是一种自然规律 人与自然 中国和外国都不例外 因此中国人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 否则就要被淘汰 岩复告诉人们 在认识到这个规律以后 不要甘做烈等民族 坐以待毙 应该赶快革新社会政治 做到自立 自主 自强 自从进化论引进中国以后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语 并使不竞争 不能生存 不自强 自取灭亡 变成一切关心祖国命运人士的共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